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二十五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國內昨天本土確診破了五千例 而其中新北 桃園跟臺北市都破千例 另外新增了十一例中重症患者 都使用瑞德西韋治療中 他們當中有四個人連一劑疫苗都沒打 指揮官陳時中預估 國內最高峰會到單日確診四點五萬人 而最多會有五百萬人染疫 位在新竹科學園區的這棟大樓正在進行清銷 因為傳出IC設計大廠聯發科有員工確診新冠肺炎 對此新竹市府證實 這家公司有三名員工染疫 地方政府上級發條加強防疫 因為二十四號周日新增五千零九十二例 本土確診病例 再創單日新高 疫情遍及二十二縣市 其中以新北市新增一千七百三十一例最多 其次是桃園市一千零七十一例 臺北市一千零二十七例 基隆市三百零一例 及花蓮市一百八十二例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未來確診病例會越來越多 另外也新增十一例中重症患者 其中一例重症為五十多歲男性 本身有糖尿病史打過三劑疫苗 目前在江戶病房使用瑞德西偉治療中 另外十例中症患者為五十到八十多歲 也都有慢性病史 其中有四例一劑疫苗都沒打 至於臺灣疫情最高峰 會有多少人確診 陳時中指出 依照國衛院的模型推估 最高點會落在單日確診四點五萬人 而且會維持秋林狀一段時間 最多會有五百萬人染疫 陳時中強調臺灣的疫苗施打率和紐西蘭相當 致死率也會差不多 約為萬分之五 另外指揮中心週一將再邀及高風險六縣市 討論居隔天數縮短為七天的可行性 遭臺北市長柯文哲回嗆 緊急狀況不需要再開會 對此陳時中回應表示 牽涉範圍廣 仍需要蒐集意見以符合社會需要 如果要中央快宣布 不如早點準備該準備的事情 記者 本土病例數攀升 為了要維持醫療量能 行政院長蘇貞昌昨天同意 縮短居家隔離的天數和縮小 狂烈範圍 指揮中心提出了三加四新制 也就是前三天居家隔離 第四天快篩陰性就可以出門 但是要全程戴口罩 不能夠在餐廳內用或是參加大型的活動 而相關配套還需要跟地方政府協商之後 再決定實施的日期 本土單日確診病例不斷突破新溝 有鑑於今年1月1號以來的本土病例 有99.5%都是輕症與無症狀 行政院長蘇貞昌昨天召集三關部會 討論居家隔離天數以及匡列範圍 避免醫療量能體系面臨巨大壓力 指揮中心提出三加四新制 也就是三天居家隔離 第四天快篩陰性可以出門 但必須全程戴口罩 不能夠在餐廳內用 參加大型活動等 另外也將匡列範圍縮小為確診者的同住親友 不再匡列在辦公室有互動的同事 新北市長侯友宜對此回應 三加四實際上只是居隔天數減少 三關行政作業流程並沒有改變減少 依舊必須後費大量公衛人員進行處理 呼籲必須讓整體居隔轉型 以居家快篩加自主健康管理 才能讓公衛人力全力集中 照護確診病患 指揮官陳時中24號下午 也對居隔相關措施回應 正在準備中 討論完就會公布 居家隔離天數從現行十天 有共識縮短天數到三加四 但是相關細項內容仍有待指揮中心和 縣市政府商討之後再責定實施日期 記者諸方志無奇昌 綜合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也是行政院拍板 三加四星制 前三天居家隔離 第四天快篩陰性可以出門 而相關細節 今天下午 衛福部專家會議將會討論 自由時報是報導 民進黨選頓會昨天同意 建議徵召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參選台中市長 而前頭份市長徐定針 參選苗栗縣長 立委劉建國 參選雲林縣長 再來看到 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在俄烏戰爭和兩岸情勢因素影響之下 政府推動恢復一年異物議 國防部研擬讓異物議的士兵 優先編到海岸守備旅 而其他的部隊仍然是維持全志願意 了解完三大報頭條繼續來關心 快篩是即大缺貨 網路上流傳快篩實名制 今天就要上路 指揮中心嚴重的澄清 這是假消息 五月初才會實施 民眾難掩失望 九點多快篩試劑就賣完了 全聯在北北基陶有藥商執照許可的391家門市 開賣雅培快篩試劑 限量兩萬組售完為止 不少民眾來購買 就是因為現在疫情升溫 工作上也需要快篩證明 導致一劑難求 快篩缺貨 藥局都貼出公告 但是每天還有二三十人來詢問 藥師也很無奈 到處都叫不到貨 先前行政院宣布 一百二十三點五萬劑的快篩試劑 二十四號就會撲貨到全國通路 但是基層藥局表示 沒有收到通知 因此也無法提供給民眾 網路更盛傳 二十五號快篩 實名制就要上路 藥局詢問電話暴增 讓指揮中心趕緊澄清這是假消息 實名制五月初才會正式上線 下週一沒有 這是一個假的訊息 請大家不要轉傳 那轉傳這是有處罰之餘 快篩實名制價格應該可以押在一劑 新臺幣一百元左右 每張健保卡每次購買一份五劑 陳時中表示目前第一波 可以提供一千萬份 藥師工會也在調查 有意願參與的藥局 現在已經有四千兩百家藥局 加入實名制行列 記者韓英朋友組臺北報導 近期出現了疫苗牆馬潮 根據指揮中心公布 第三劑的疫苗覆蓋率超過了五成七 但實際上各縣市疫苗庫存已經快要見底 指揮中心表示 今天將配發共四十八萬劑的莫德納疫苗到各個地方 近期還有一批一百三十七萬劑的疫苗會到火 星期天早上九點半 快打戰的人潮已經少了許多 原來是疫苗已經打完了 疫情升溫 臺中市二十四號在大牙區加開快打戰 原本預計提供一百六十劑的莫德納第三劑 但是碰上疫苗強打潮 有的才剛要打一二劑 實際施打只有一百二十人次 幾天下來各地都傳出強打疫苗 快打戰都是人潮滿滿 根據臺中市衛生局統計 截至二十三號第三劑涵蓋率是百分之六十點一二 但是疫苗已經庫存不多 其中莫德納只剩二點四萬劑 高端三點二萬 AZ甚至只剩下一千八百劑 前面大概五六十個都是 大概昨天晚上在這邊過夜 基本上有就打降是沒錯 其實現在連高端在短期間 它也都是可以有一個提供一個好的保護力 而指揮中心二十三號公布 第二劑的接種率是百分之七十九點七一 第三劑是百分之五十七點四二 二十四號則是上升到第二劑百分之七十九點七七 第三劑百分之五十七點七五 而今年第四批莫德納二十萬劑也在二十三號到貨 陳時中表示二十五號將配發共四十八萬劑莫德納疫苗給各地 本週還會有另一批一百三十七萬劑疫苗會到貨 至於BNT疫苗的採購也即將進入簽約階段 請民眾放心 記者林建生 彭煥群 台中報導 五一勞動節 臺鐵工會發起集體休假不加班 而臺鐵局宣布當天全面停市 臺鐵局長杜維昨天在官網上發出了道歉信 向社會大眾致歉 不過工會認為交通部以及臺鐵一直打悲情牌 無異與溝通 一打開臺鐵的官網 馬上出現臺鐵局長杜維簽名的公開道歉信 針對五一勞動節 臺鐵表定列車全部停死 向社會大眾致歉 因為勞動節當天 臺鐵工會發起依法休假不加班 雖然交通部規劃了應變方案 不過民眾意見兩極 部分民眾表示 尊重臺鐵員工主張勞權的動作 也有民眾認為 確實影響到返鄉或是旅遊的計畫 臺鐵則呼籲民眾取消或是更改行程 公會認為公會認為交通部及臺鐵一直打悲情牌 無異於溝通 除了重申五一依法休假的主張 也堅持要求撤毀已經完成初審的臺鐵公司化草案 記者陳嘉欣 謝祈文 特別報導 法國總統大選 根據民調機構公布的結果 以百分之五十八的得票率成功連任 馬克宏以絕對領先的優勢 擊敗極右派候選人馬林勒鵬 成為法國自2002年實行 五年任期以來首度連任的總統 包括歐盟理事主席馬歇爾 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英國首相強生 德國總理肖茲 和荷蘭首相呂特等歐洲領導人 紛紛致電祝賀 馬克宏在盛選演說中強調 要當全法國人的總統 只是今年的總統大選投票率 僅約百分之六十三 比上屆二零一七年低了兩個百分點 廢票率更達到百分之二十八 距離一九六九年 百分之三十一點一的罕見紀錄相差不多 極右派候選人勒鵬 這次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一 比上屆約百分之三十四 成長幅度驚人 勒鵬在法國東北部地區 以及海外領土都得到較高支持度 勒鵬發表敗選敢言時強調 這是一場巨大的勝利 並呼籲支持者六月的國會選舉 與中團結 只是大選才剛落幕 巴黎和東南部的第三大城李昂 都出現民眾上街示威 群眾朝著警車發射煙火 手持火炬與標語抗疫 也讓馬克宏的第二任期 還沒開始就已經浮現隱憂 公司新聞政委人中介剛變異 中國防疫堅持清零 但是疫情不見降溫 二十四號公佈 累計確診突破了二十萬大關 就連首都北京也出現了二十二例的本土確診 官方強調管控放鬆將有巨大災難 不過疫情似乎改變了中國 只用國產疫苗的立場 德國媒體報導 中國考慮引進BNT疫苗 中國疫情持續嚴峻 二十四號公佈新增本土病例 兩萬一千七百九十六例 累計確診突破二十萬關卡 封城的上海疫情也持續延燒 更新增三十九個本土死亡病例 創下新高 就連首都北京也罕見新增 二十二例確診達到兩位數 浮現惡化跡象 預期未來還會持續增加案例 中國防疫堅持動態清零 不只引發民怨 疫情不見降溫更出現反彈 不過中國官方還是強調 將加強風控力度 遏止病毒在社區中傳播 認為老年人跟兒童 疫苗接種率相對還是比較低 疫情管控放鬆 將造成大量重症跟死亡 那它的結局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肯定是廣泛的傳播 很多的重症和死亡 這個數量就是巨大的 那對一個國家來說 對一個民主來說 那也是一個巨大的災難 目前中國主要依賴 自產的科興跟國藥新冠疫苗 不過德國明鏡週刊報導 隨著上海等地的疫情擴大 中國改變原先 只用國產疫苗的立場 考慮引進德國生產的BNT疫苗 報導更說未來幾週 BNT將跟中方代表展開談判 有望獲得批准 四年一次的聽賬奧運 五月一號將在巴西的南卡西亞斯登場 這次臺灣有三十九名的選手 參加田徑 羽球等八種運動競賽 而由於疫情 這兩年聽賬運動的國際賽事都停辦 各國選手的狀態都無從得知 中華代表隊只能夠調整好自己的狀態 賽前一週我們一起來看看 各個項目的備戰狀況 首先來看到的是聽奧桌球隊 在上次二零一七土耳其薩姆松聽奧 派出了四名選手 團體跟雙打都拿下了銀牌 而南丹王以祥也摘下銅牌 這次相同的陣容再出賽 選手們瞄準團體賽的金牌 雙打要打進前三 從大學開始參加聽奧 楊榮忠已經是參加過四屆比賽的資深選手 曾經拿過三面聽奧團體賽金牌 還有南雙金牌 銀牌 銅牌各一 即將準備出國的他已經調整好狀態 二零一七年 薩姆松聽奧 和楊榮忠搭檔的王以祥也是對上主力 當時因為不敵中國 錯失金牌 流下了不甘的淚水 這次他要再接再厲 挑戰更好的場績 對 但體能要回來也花蠻多的時間調回來 對 但心態上會比較成熟一點 對上最年輕的盧世傑 前年大學剛畢業 在國小擔任教練 為了集聚 工作也停了下來 聽奧選手人口少 養成也不容易 盧世傑是從國小五年級開始加入校隊 不過跟聽人一起訓練 表現在中後段 得要自己額外找教練一對一指導 透過不斷的練習才走到今天這一步 現在選手在嵩山家商集訓 集合城鎮國中 嵩山家商以及北市大的聽人捉球校隊 其中不乏全國頂尖好手 對於聽障選手們是個很好的磨練機會 在這邊練習 可以把一本功弄一個很好的底 因為他們速度都很快 所以可以問聽障歐音的那種情況 對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郭月東也是曾經在2009聽奧桌球團體賽 拿過金牌的選手 在太太的支持下 全力備戰 每位選手都暫時放下工作與家庭 在疫情下 前進巴西南卡西亞斯聽奧 爭取最好表現 記者歐佩軍 吳家寶台北報導 接著來看到男子籃球 這次男籃因為許多老將要工作 無法參加比賽 所以本屆代表隊七個人有四個就是新面孔 平均年齡大約二十三歲 平均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 面對高大的歐美球隊要如何制勝 教練說鞏固籃板會是關鍵 不斷地反覆練習快傳上籃 努力加強基礎動作 這一屆男籃代表隊七個人中 有四個是新面孔 只有三個打過上一屆聽奧 而且平均年齡約二十三歲 面對經驗不足的年輕球隊 教練注重的是加強團隊抹氣 第一次這麼年輕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練習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的球員五個人有五種想法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讓他們五個人 是想法要交集 這次代表隊身高也偏矮 平均約一百七十六公分 要如何打敗高大的歐美球隊 教練表示鞏固籃板是最重要的關鍵 首先我們的籃板 檔而籃板要非常的確實 因為這一項是我們聽上選手 最缺的地方 鞏固進去的責任落在隊長最高 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的隊長 郭泰妍身上 打過兩屆聽奖奧運的他 是對上經驗最豐富的選手 也肩負傳承經驗的任務 同樣打過聽障奧運的吳尚澤 雖然僅二十二歲 但十五歲就開始加入聽障代表隊 國際賽經理非常豐富 目前也是北市大籃球隊副隊長 認為怎樣讓聽障球員在場上都知道指令 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除了清楚知道指令之外 教練認為進攻時千萬不能慢 不然就沒有機會 你不是很好的絕下空檔 你出手的話會被人家反打快攻 馬上二十分就掛上去了 所以你如果是一定會得分的 這球就絕對不能慢 過去難然在二零零九 台北聽奧曾經拿過第八名 但這次籃球隊全面換心血 教練說這次不預設拿下 第幾名的目標 看重的是大家要拿出態度 讓對手知道是有備而來的 記者劉先文 陳保羅新北報導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示手語新聞 我是莊小叔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擾 畫 Tall fiction 畫